看着满屋子里低声交谈纷纷摇头的大夫 齐悦一咬牙做了个决定 按大夫说不可救治 所以不来看了 此话一出 满屋子的大夫哗然 长云城的面色也有些意外 看了齐悦一眼 要说什么又最终没说 只是稳稳的站在一旁 什么 安老大夫不能治了 天呀 那我们来做什么 他老人家都说治不得了 我们怎么治的 大夫们一个个神情激动 怪不得呢 这谢府家门突然请了他们这些大夫来 这善宁府稍微有点地位的高门大户 哪个不是只肯守着安家的大门 请不到老的 小的也争强 原来是人家说不治了 所有大夫的脸色顿时都黯然下去 那么他们还在这里丢人现眼做什么 齐悦看着他们 对他们的心思一眼明了 而且安大夫还说 熬不到晚上 当然 这话不是安老大夫说的 而是安小大夫说的 说的也是熬不过今晚 但他们都想安 不到和不过的意思也有些相似 他打了个马虎眼也不为过 大夫们更是摇头叹息 但是你们可以看到 这个婴儿现在怎么样 齐悦伸手指着身后大声地说道 大夫们一愣 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那个被木板以及枕头摆出奇怪姿势的婴儿 虽然紧闭双眼 呼吸急促 但确实真真切切地活着 那意思就是 众人不自觉地看向齐悦 意思就是 安大夫说的不一定就是真的 就是定论 我们医者 本就是要遵守本心 不是别人说什么就听什么 谁也不可能什么病症都会治 依然 谁也不可能只守着自己会治的 永不接受不会治的 会还是不会 能还是不能 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是不存在的界限 我们要考虑的只是怎么治 有位前辈曾经说过 这世上原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才成了路 这治病也是一样 试想 古时人们知道病的最初 不是也不会不懂吗 但是还是有神农尝试百草去试了 所以才有了今天 我们的医术经验和方药 如果当初有人说那个病不可治 人人就认同 而不再尝试 那么今天 我们又怎么会传承到这么多的医术 他一口气说完 看着屋子里 已经听得有些呆住的大夫们 又微微一笑 再简单点说 安老大夫说不能救治的人 你们治好了 这种感觉 不知道是怎么样的 这话 让在场的大夫们 惊恶的神情变得活动起来 他在说什么 他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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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完 齐悦又接着开口了 我觉得 这种感觉一定很棒 喂 你们这些大夫 是不是经常被人拿来 跟那个安什么的大夫对比啊 唉 不到万不得已 那些高门大户 是家贵族 没有人会找你们看病 是吧 就是找了你们 也会说什么 安老大夫怎么怎么样 对吧 事实 的确如此 在场的大夫 不由微微脸红 唉 既不如人 没什么好丢脸的 有人沉脸说道 这女人 怎么说话这样难听啊 马人不接短 打人不打脸 她倒好 专门接短打脸 这位大夫说的好 敢承认 既不如人 就是一种勇气 值得可敬 可敬你的头 谁想要这种可敬啊 那大夫 脸色更黑了 甩袖就要走 承认既不如人 没什么 我也承认 我就是不如你们 你们会的 我都不会 齐悦接着笑道 那大夫 本想走 却又忍不住 想要听听 这女人 到底还能说什么 但是 有一件事 我永远不承认 齐悦收起笑 目光 看向这些大夫 那就是 勇气 勇气 大夫 大夫们看着他 我永远不承认 我会因为胆小 因为既不如人 因为别人 已经下了定论 就连试一试的 胆量都没有 齐悦说完这句话 不再看这些大夫 而是转身 再次俯身到婴儿身前 大口大口地重复 对口吹气 屋子里一阵沉默 那些原本要走 或已经转身的大夫 竟然都站着没动 这个 既然你说是内出血 我觉得 要以治肝为本 我先开个药方试试 一个大夫呼地说道 并转身提笔血药方 不对呀 不对 我觉得 应该去痰为先 另一个大夫也说道 以免免须沉思 此而气血未尖 脏腑甚脆 属至阴至阳 神魂抽筋 气血腻乱 当去瘀血要紧 恶交阳血不干 荒期党三怀身要 一气 怎么不加仙鹤草呢 倒是前期更好 我觉得 必须添上水质 消除浮肿 启月因为不断的人工呼吸 已经头昏脑胀 听不清这些大夫们 讨论的是什么 就算听清了 他估计也不懂 他站起身 稍微喘口气 没有回头看一眼 这些陷入讨论 争承中的大夫们 他能做的 就是指明方向 至于如何对症用药 就靠他们了 他再次俯身吹气 屋门外 意识占满了谢家的人 谢老太太坐在圈椅上 裹着厚厚的披风 因为她不肯 去旁边的屋子等 所以大老爷 大舅母等人 也只得陪在这里 所以方才里面的话 大家都听到了 这些佣衣 行不行啊 大舅母皱眉说道 一面焦躁地 看向门外 又低头 对坐着的谢老太太说话 母亲 不如我亲自去一趟 多拿些酬劳 请安老大夫过来 这些人 哎呀 这些人 完全是在胡闹嘛 你看用的那些东西 木板 火盆 能治病吗 还有这些大夫 连个药方都自己开不出来 凑在一起瞎吵吵 谢老太太不动不言 哎呀 母亲 大舅母不由提高声音 看着贴在门外 魂不守舍的儿子媳妇 在想自己的嫡长孙 您的外孙里面金贵 我的孙子 也是你的虫孙子 你 你也太偏心了 他说爸 甩手就走 大老爷呵斥 也没呵斥住 忙过一下 在谢老太太跟前赔罪 没事 这是个傍炊 不用理他 那 那 母亲 真的不用去请 安老大夫 大老爷迟疑一刻问道 说到底 屋子里那些人 他们真的信不过啊 不用了 谢老太太握紧手里的拐杖 在椅子上坐得笔直 沉生说道 既然 安老大夫不愿意 那就不要强求他了 安家的大门 半夜被敲响 所有人都有些无奈 虽然 作为大夫之家 这是常有的事 安小大夫看着 焦急地在客厅里 走来走去的 谢家大夫人 有些无奈地叹口气 谢夫人 她上前失礼 安小大夫 还是 再请老大夫吧 我这个孙子 来得艰难 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我这媳妇 可是也跑不住了 安小大夫请她坐 可大舅母 哪里坐得下去 夫人 不是我们见死不救 而是 而是实在救不得 夫人 这小儿经风 白氏凶猛 根本就是无药和义 是不治之症 夫人 当年扁鹊 望黄猴而走 就是这个理由 我 可是 这个病 不是治不得 是 是脑子 什么 什么的出血 只要止血 止血 减 减什么的 出血 什么脑子出血 反正 就是能治啊 现在 我那外甥媳妇 带着一圈 街上的那些大夫 才治呢 安小大夫 一脸惊恶 玄机又苦笑 俗话说 病急乱投医 这 也是无可厚非的事 那就望了 小公子 能贵人多福 不是啊 那个 他们怎么行呢 还是要请安老大夫 去看看吧 夫人 请恕我们实在不能 那 我就不走了 大舅母一甩手 坐下来 这种事 对于安小大夫来说 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也不是什么 可以为难到她的事 来人呐 给谢夫人上茶 她温和地说道 立刻有下人 端茶上来 还体贴地 拿了靠枕和毯子 夫人 夜里是这样 安小大夫说道 大舅母一口气堵在心口 瞪眼半日 愤愤地 一把扯过靠枕和毯子 我就不走了 怎么着吧 这边 安小大夫迟疑一刻 离开客厅 还要去告诉老太爷吗 下人问道 不用了 估计 等天明 谢下人会来报信 那谢夫人 也就自然会回去了 来报信 自然是孩子死了的信 下人垂头沉默 不再说话了 不过 安小大夫略意迟疑 想到谢夫人说的话 伸手碾须 脑子出血 下人不解地看着她 安小大夫看着院子 笑着摇了摇头 裹紧身上的斗篷 没有再说话 沿着走廊走去了 晨光照进屋子的时候 齐悦和大夫们 正在轮班吃饭 你傻啊 你在这里手上做什么 齐悦一边茫茫地吃饭 一面对坐在对面的长云城说道 他嘴里嚼着饭 说着话往外掉饭粒 长云城放下筷子 看着他皱眉 咽下去再说话 齐悦撇撇嘴 咽了下去 你别在这里添乱了啊 快去找个地方歇歇 陪着你外祖母说说话也成 长云城将一个汤碗递过来 似乎没听到他说话 齐悦突然有些不好意思地去接 我吃好了 怎么能吃这么快 长云城皱眉 以前工作忙 吃的泡面都是没泡好的 那才叫吃得快呢 齐悦笑了笑说没事 忙走出这边的屋子 临出门时又停下脚 你别在这里了啊 他再一次说道 长云城扭头看他 你这是关心我 我当然关心你 哼 我还指望我治不好 被你外祖家人围攻 你把我从这里扛出去呢 说吧 仙脸子急匆匆地走了 这臭女人 长云城低声说道 不过这一次没有黑脸 反而是露出笑 一开始只是微微弯了弯嘴角 却发现这笑怎么也收不住 笑似乎是从心底里酿出来的 挡不住的肆意 最终他只能借着往嘴里大口大口地吃饭 才能避免咧着嘴笑 这边的大夫们 也都只是简单地吃了口就过来了 有凝神思索的 有提笔血药方的 更多的是站在齐悦身边 针对这种病症 最关键的是止血 减颅压 免水肿 齐悦说道 一面翻看这一天一夜所做的记录 我只能给你们指出这个方向 但是具体怎么用药就靠你们了 认得病症 却不会用药 真是奇怪的事 不过 现在不是考虑这个事的时候 大夫们点点头 继续会诊研究用药 小夫人 小夫人 门外传来熟悉的女生 齐悦顿时面露喜色 阿如 小夫人 我先消毒换衣服 阿如在门外说道 听得脚步声响 向一旁去了 太好了 总算有个帮手来了 齐悦舒了口气 握了握拳头 天色再次黑下来的时候 院子里的火把又啪啪地燃烧起来了 屋子里的人依旧忙碌着 36度3 阿如再一次报告体温 一面再记录下 心率120次 无杂音 齐悦收起听诊器 再一次俯身 对着婴儿做人工呼吸 查看了所有数据 齐悦给这边的大夫们 做了汇报 商讨病情 听完他的分析 大夫又进行了望闻问切 然后重新调整药方 加紧天马 勾搭 生地黄金 其中一个大夫说道 探想其他人 诸位 觉得可否 众人思索片刻 多数点头 好 接药 这个大夫便提笔写药方了 谢老太太 已经被好说歹说地 请到屋子里了 但是是这边的屋子 而不是自己的屋子 来了个丫头 来送药箱的 赵哥 赵哥忙点头 那是他的助手 长云城解释道 助手是什么意思 屋子里的人不解 已经带徒弟了 最终还是大老爷 见多识广 给大家解释了 一面点头 这么年轻 尴尴尬的 尴尬的咳了声 往一旁站了 还一向胆子大 长云尴尬的咳尴尬 你母亲 你母亲还在安家呢 他转头问赵哥 赵哥点点头 去醒了 母亲就是不肯回来 安大夫说了 让她在那里 好心安逸 他们会照顾好的 谢老太太点点头 没有再说话 屋子里重新陷入安静 所有人的视线 都不自觉地 看向外边 竖起耳朵 期待听到 那原本无望的 好消息 一夜似乎一眨眼 就过去了 燃烧了一夜的火把 在晨光里 显得黯然了很多 靠在郎柱上 打瞌睡的丫头 一不小心碰了下头 妈妈别打我 我不敢了 他闭着眼 就下意识地抱头说道 睁开眼 才发现面前没有人 小丫头有一种 逃过一劫的喜悦 咧嘴笑 一面蹭了蹭鼻子 站好 就在这时 屋子里传出了一声喊 少夫人 体温深了 体温深了 阿如喊出这句话 眼泪都快出来了 真的 我看看 齐悦从那边奔过来 从颤抖的阿如手里 接过体温计 直手的三个大夫 摇摇头 其中一个 自己伸手 探向那婴儿的身子 这不是一样能看出那个 什么体温的吗 那么精致的东西 只是用来做这个的 也不知道 是什么宝石水晶做的 再仔细地摸出这婴儿 渐渐回暖的身子 几个大夫也忍不住吐了口气 都觉得心跳加速 真的 真的做到了吗 真的可以吗 真的可以治好 安老大夫说的 不可救治的病症吗 那些轮休的大夫们 说是在外间休息 其实 水也没水踏实 听到这句话 都涌了进来 保持空气流畅 别挤着 这边执手的大夫 忙冲他们白手 相处两日 他们对于这女子用的 听不懂的名词 已经可以随时挂在嘴边了 情况好了很多 喜悦摘下听诊器 探着血压计上的数字 终于抬起头 对着满面期待的大夫们说道 明明这个女子 好似什么都没做 但天天 只有她说出的话 让大家觉得 才是最终定论 真是奇怪的感觉 伴着她这句话出口 有些大夫 忍不住握拳 喜行余色 那些沉稳的 虽然不至于做出小动作 但眼中 亦是难掩激动 未经许可言